欢迎捧场照理说事 这几天我在误碰问答上曾经回答过的一个问题 不知怎么又被谁给翻了出来 出现了很多的评论 这个问题是那种非常常见的 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比较类的问题 问题是说如果不使用核武器 那么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打得过美国 这个问题没啥意思 但是这类问题却很多 就好像大家都喜欢看对抗性比较强的体育比赛一样 总喜欢比出个高低胜负 其实任何一场大国参与的大胸部战争 其实归根结底比较的并不是人们期望看到的 坦克飞机大炮的多少 而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工业实力 人类社会在二战之后就没有再爆发过 这种大家都喜欢看到的能比出个高下的战争了 所以我们不妨就从二战来看看 最典型的就是二战中 美国和日本之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 这场战争是个典型的爆发户和大富豪之间的比拼 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 从甲午战争开始走上了扩张之路 日俄战争的胜利一战减了大便宜 更是让这个小国自信心爆棚 已经不再满足于欺负落后的亚洲邻国 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挑战欧美一流强国的能力 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很快就把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暴露了出来 偷袭珍珠港的成功让被战多年的日本在战争之初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 战争的天平就开始向美国倾斜 随着战争的进行 从1943年开始 美国强大的国力就开始碾压日本 让日本人惊讶的发现 美国的军舰越打越多 飞机永远打不完 就像电影里的变异怪兽一样 打掉一架有三架新的冒出来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 美国和日本无论是在工业实力经济基础 甚至农业基础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之所以能在战争初期取得优势 是占了自己多年备战 而美国长期和平对战争没有准备的便宜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37年 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6亿美元 而同年发动的侵华战争就花掉了11亿美元 为了维持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让老百姓急一缩时的同时 还发行了大量的债券 可以说是日本在拼尽全力发动侵略战争 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需要的开销已经远不是中国战场可以比拟的 军费逐年暴涨 到了战争末期的1944年 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国民收入 到了1945年 军费开支更是达到了国民收入的两倍 经济彻底陷入了崩溃状态 同时我们看到美国 一共持续了四年的太平洋战争 让美国总共投入了军费2800亿美元 但是美国国内经济运行一切正常 美国的币值也保持了稳定 在战争期间 美国通过发行公债筹集资金 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把整个国民经济都送上了战场 美国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相反 战争对物资的巨大需求还帮助美国经济彻底走出了大萧条 强大的国民经济支撑着美国这架超级机器 爆发出了援帅日本十条街的生产能力 福特通用这些汽车巨头转型生产坦克 波音生产战斗机轰炸机 第一工业强国成功转型为第一军事工业强国 在这四年时间里 美国生产了30万架军用飞机 10万辆的坦克 300万辆的军用汽车 与此同时拼进了全国之力的日本 使出吃奶的劲 也只生产了5万架飞机 16万辆的汽车 日本一直觉得自己的海军世界第一 的确 战争之初的海军是日本几十年 节衣缩时攒下来的脚架底 但是太平洋战争一爆发 当美国的造船工业真正开动起来之后 马上就让日本人见识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海军强国 18个造船厂 年造船产量超过轴型国的10倍以上 战争期间 美国损失了1000万吨的船只 而补充的船只却高达6000万吨 太平洋战争期间 日本一共生产和改装了17艘航空母舰 而美国生产和改造了131艘航母 日本建造的战略巡洋舰11艘 美国造了58艘 而且这个数字还是美国在战争后期 故意压缩军工产能的后果 可见在这场战争中 归根结底比拼的是战争双方的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 这种战争的胜负 无法依靠一两件优势兵力而改变 同样的道理 谁能打得过美国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首先应该考虑一下 哪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实力 能够跟美国相比拼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额 الج语